我們一共2004年才開始推廣這一塊 認證講師兩種 一個在企業類 因為它使用的量很大 就是企業類的講師 另外是認證的顧問師 大概兩一塊 那我們因為根據我們 在大中華19年的經驗 很多公司它只上一天課 上一天課是沒有用的 上完了又回到原轉 那我們就發覺我們的系統非常的務實 那我們就會說在企業 就這個企業一定要使用150個人次以上 那他就會訓練他的講師來 那我們就給他上三天很扎實的 根據公司的案例 很實體的具體的來學 那因為我們在全球政府啊學術單位啊 那企業都有在用 那所以我們發覺他只要上完三天課 當然他原來的資格 就是在公司的資歷已經在某種資歷上 所以他是原來就是專業的公司的專業講師 或是人資總監或講師 就是對企業而言 我們訓練他三天課 那他的公司都是使用150個人次以上 他學完就現學現用 那辦公司以前看不到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然後另外呢 就我們的夥伴就搬各行各業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發覺的是我們大中華 從2004年到現在 我們一共就是訓練了138位講師 那我們裡面還有八位講師 他在八個研究所包括在全世界最強的 就是世界的競爭優勢的洛杉大學 還有BNBA班全世界第一名科隆 在香港叫香港科大 還有在亞洲第一名的NBA班中歐 中歐工山學院的這些教授 還有清雅大學的三個學校的教授 那另外就是包括史丹佛和中國社科院 這些教授學術單位 還有我們的很多的講師 用PTP的工具在這些學術單位 一共有八個學術單位 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1994年到2011年在政大 後來又在台北大學 跟了王秉均教授 搭配NBA班去加班 後來就BNBA班 大概有七年 然後我跟Mac老師 兩個在中歐工山學院 扣著我講師 就對他們EMBA班和NBA班 所以他們學校就開始整個 就大量使用 所以我們發覺這個認證班 為什麼大量使用 因為學術界他擔心過分理論 他有了我們工具 他就班直接班EMBA班 就是看到你的核心價值 然後你怎麼建立你的核心團隊 你看這是歐巴馬 他第一個方案七千多億 他用十支筆 就十個人 十個智庫 十個核心團隊 幫助他一起完成這個任務 他就用十個人的 換了不同的筆 就是老師說他非常 他很尊重 他不是一個人的秀 不是one man秀 他怎麼樣建立核心團隊 在關鍵的時刻 他也honor他們的貢獻 這個是一個人類的至善的 一個良性的循環 中文字幕 Zurぽ 名字幕包製 中文字幕作詞